《鬼滅之刃》最受欢迎的部分 不只是剧情的严谨性 剧情中打斗 兄弟情感的羁绊 团队同伴的羁绊 唯美的画面 炫酷的特效 这些无疑不是这部作品的亮点 但是在粉丝的认知面中 日常的剧情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尤其是这部作品中的沙雕剧情 更是消耗让人顾痛 今天阿维我要和大家分享《鬼滅之刃》里最铁的头 在《鬼滅的世界》中 对应最坚韧的并不是武器 而是我们主角炭治郎的宽脑门 炭治郎就已经让第一只鬼好好上了一课 他的钢铁脑门所不是开玩笑的 一头锤轰炸下来 那只鬼的脑门都嗡嗡叫个不停 一只猪的狂躁暴力无法控制 炭治郎就奉上了一记满满的头锤 一头定输赢 没想到一只猪的猪头 在被炭治郎的一记头锤砸中时 还能坚持一阵子才倒下 可见他的猪头硬度也不一般 面对下嫌五千人猪丝划过 日润刀光烈 划过额头的炭治郎 也是只留了填血 从这一眼上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炭治郎已经得到 名副其实的铁头娃的称号了 而在后面的动弹中 因为妹妹的原因 炭治郎再次使用头锤 教育了一次柱子级别的一名成员 那位柱也没办法承受 炭治郎愤怒的一头锤 刚醉铁的头也成为了 这不做领动的一大亮点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 哦那大